据今日印度22日报道,莫迪出席了2020年印度创意峰会并且发表了演讲。 报道称,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建设美好未来,由美印商业理事会承办,而今年也是该理事会成立第45周年。 莫迪亲自出席峰会发表讲话,可见其对美国与印度合作的期待。 果不其然,印媒报道称,莫迪在演讲中大力呼吁美国企业到印度投资,他称印度正在崛起,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。 现在正是美国企业投资印度的最佳时机,莫迪还趁机吹捧了美国和印度的友谊。 他称,美印友谊在过去已经达到了许多高峰,现在是时候让美印的伙伴关系,帮助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后更快恢复发挥重要作用了。 不仅如此,莫迪还在峰会上大肆夸赞了印度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表现,称印度已经获得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。 他还列出了印度的各种潜在可投资行业,以及印度在这些行业进行的一些有力改革。 莫迪对美国投资者的这番呼吁引发了讨论,一些网友对此表示质疑。 有网友吐槽道,特朗普已经自顾不暇了,还有网友质疑印度是否有能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。 网友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,中国企业对印度的投资就是先例。 本月初,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,印度正在根据4月份颁布的新规,对约50项涉及中国企业的投资方案进行审查。 尽管此前印度曾表示,审查新规是为了防止恶意收购,但由于涉及的大多是中国实体投资,已经阻碍了中国和印度照常开展业务。 可见印度的投资环境并非像莫迪所说的那样有活力。 目前,新冠疫情对印度经济的影响还在扩大,而印度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拖慢该国经济的恢复。 在这种情况下,莫迪便急于寻找更多投资挽救印度经济。 此前在2020年印度全球周上,他为了呼吁外国投资者到印度投资,声称印度将会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主导作用。 然而,现在印度被疫情、遑灾洪涝等多重问题困扰,经济发展也面临挫折。 要想实现经济复苏并不容易,更不用谈主导全球经济复苏了。